今秋九月我们楼顶菜园的瓜菜满园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我是三妹 现在我采摘的这个是小白菜 长得非常的嫩 还是长得比较好 这个瓜菜 很嫩的很清甜的 就是因为全部是用这个农家肥来 种植下面的养龟肥水来淋的 就是没用到化肥 也不用农药 比较清甜的 没有化肥种了就比较清甜 还是比较漂亮 这个丝瓜 这些套袋来防这个针锋 下雨太多 所以结的不是很多 但是很多这种是花点 大肉丝瓜 刚刚下雨 这个蛮强的 这两条 一条 然后面再摘 短一点 苦瓜蛮多的 看一下这些苦瓜 这条可以摘的吧 应该 看一下 好像还小一点 这个大一点 这条还是小一点 我们看一下哪一条可以摘 这条可以摘好像 好 这条 这条大一点好像 这边的这个大 这个 这条熟了 熟了 就不怎么苦了 这种苦瓜 都掰不出来 太大 摘上来再拆 哇 真的是好大 这条你看超级大 都有一斤可能 一斤鱼 熟了 熟了可以做种子了 哇 这条也是超级大的条 哇 真的是大 这么苦的这种 它是叫大肉苦瓜 这条要摘了 这条应该 嗯 太大了哈 两条都摘 啊 这条 摘了三四条又长又大 特别这条又熟了又大 都吃了 这里还有芥菜 吃了很多个星期了 还有芥菜 我们喜欢用来做汤这个芥菜 先摘三颗 哦 这么多 看瓜我们是两种 一个是丝瓜苦瓜 菜呢也是两种 一个是小白菜 就是那种快菜类的 一个是芥菜 朋友们喜欢我们这样的楼顶菜园吗 学习中养技术 关注三妹夫妇 在这些话中 铺 nicht 还算zeich一件 resiz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